不中立是不是可以无所不在呢 不只是农委会跟陆委会接连爆发有行政部中立的复选争议 现在民众也出来投诉 说他们从交通部的网站去做连结 居然也可以连到不相干的反贪宣导网 上头是把黄金十年口号高高挂呢 甚至连民宿网都可以看得到 国民党的台湾加油站独金广告 就挂在交通部观光局提供的资料旁边 那么民众直呼这真的是置入性行销了吧 怎么可以用公交资源替马英九宣传呢 小朋友排排坐一起读经的片段 看起来不陌生 就是马英九竞选办公室的竞选广告 不过竟然有网友踢爆 上民宿网站订房 里头一箩筐的资料都来自交通部观光局 但旁边却大啦啦贴着这个连结 现在我读了经历以后我就能懂得拉孔子的刀 怎么会是观光局 打广告吧 对啊 帮马英九打广告吧 对啊 就好怪喔 观光局应该是要观光局的资料吧 不应该是跟政治有关联吧 民宿网的广告搭上政治议题 民众似乎喊不买账 不过再看看官方的网站连结 明明是交通部却帮忙宣导反贪概念 新闻稿还打上黄金十年的标题 这口号怎么好像似曾相似 行政的单位啊 那么用了这样一个灰色的地带 在进行腐朽 我觉得是不应当 选举的时候他突然推出一个黄金十年 那他在任的四年是什么 是粪土啊 交通部强调网站连结只是配合政策宣导 但执政党的竞选口号 频频出现在公家平台上 是巧合还是行政部中恐怕还得避避险 下期新闻邱师傅的宁文傅采访报